有什么烦恼,是柯瓜子追剧追综艺不能解决的呢?如果有,那就是追的不够多。欢迎收看小瓜子看剧看综,今天给大家介绍,今年开年的一部高分神作,开端。女大学生李诗情,在搭乘公交车时,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车上,这辆车总会在特定的时间段发生爆炸。李诗情在一次次死亡中,不断倒带重来,寻找方法逃出不断循环的死亡困局。 一次,他无意间拉上了车上的另一位乘客肖鹤云下车,结果两人一起陷入了循环。 身为游戏架构师的肖鹤云,凭借他对游戏设置的直觉,认定这诡异的循环是一场阴谋的策划,必须找出幕后黑手,才能结束车上的死亡循环。 开端,于2022年1月11日,在腾讯视频首播,总共15集,每一集环环相扣。悬念十足,随着男女主角陆续排查真凶,不断逼近事实真相。 公交车上各个乘客的故事也一一展开,戴着口罩,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少年。书包里放着他偷偷养的小猫。这是他对母亲严格管控的叛逆。 老农马国强,曾经因肇事杀人服刑多年,多年未见儿子的他,袋子里装着西瓜进城,一直希望能得到孩子的原谅。进城务工的老娇,被赶离租住的车库,行李箱里是他的全部家当。 虽然无限流的概念,并不是开端首创,国外的电影土拨鼠之日,恐怖邮轮,原代码,都早已拍过类似的概念,但本剧的精彩之处在于,利用无限循环这个吸引眼球的设定,串起了很多我们身边小人物的故事。 刮农,农民工,躲在自己世界里的御宅族,有担当的人民警察。 剧中传达的人性关怀和社会批判,也让观众在一次次爆炸循环中思考着生命的意义。 剧中特别精彩的还有,老戏骨门的标系,刘亦军演绎的张队,在审问时,一边对李施晴的话将信将疑,一边不断在证词里捕捉疑点,他的眼神中既有沉稳,镇定,也有敏锐和怀疑。 刘丹把《无辜丧女》的《痛不欲生》和《万念俱灰》演绎的淋漓尽致。 这段《黄觉》和刘丹的对戏更是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演出。 看着,你看着,你看着我。 我们进去跟我们回家吧,沐沐一定想回家了。 沐沐走了,以后的日子只能靠着一个一个人连向活着。 本剧的成功也促使卡农 成为继小白船之后有名的恐怖配乐 开端是无限流概念 结合国内温情故事的一次成功的本土化尝试 无论你是想科CP打发时间 看烧脑剧情片 还是看演技派的精湛表演 开端都值得一看 小瓜子看剧看宗 下周继续介绍高分新剧新综艺